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神经九长老今天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给我们机会来对他服务。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是题目就是说,上帝太好了,上帝对我们太好了,这个题目呢,每一个礼拜我们就有一次,这个题目就是说上帝太好了, 那我们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社会忙碌之下,要提醒大家说,别忘了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主对我们太好了,也许我们的时间很忙碌,我们都忘了要感谢主,忘了想到主是创造我们的。 如果我们能够,能够注目,能够花费一点时间来看看,察觉看,看了很多东西, 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注目,不是我们能够注目,不是我们的智慧是可以做到的,而是主的恩典,主的爱,主对我们太好了。 那上次我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这个呼吸的气啊,是主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气来呼吸的话,那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就没有恶氧化氮,就是说没有这个氧气啊,这个氧气呢,能够在我们的那个红血球啊,带到各个地方,我们的那个细胞啊,就是这个氧啊, 这个氧气是能够,使我们造了这个能啊,在我们细胞这边造能,那每一个细胞啊,得到了氧气,就可以很有能,很活泼,能够有功用,是这样。 那今天呢,我们要另外从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从另外一点来看,就是说,感谢上帝,上帝对我们太好了, 因为会儿,如果要开始救了什么呢? 因为上帝,上帝� wedge 、上帝指导,上帝指引,教导给我们学知了要怎样把我们的身体来做运动。 因为上帝的这个创造我们这个个体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活动 动来动去 不是说我们身体上帝给我们创造了 不是说要很呆板的就在那边 可是要经常活动 那经常活动就是做体操 体育各种种方面 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运动 使我们身体能够成长 有了运动就能成长 就好比我们很多人 就叫什么运动 你这个手啊 你这个臂啊 你不是要挤这个重的东西啊 就这样运动啊 那这样常运动的话 那你的肌肉啊 就很大了 你这个手啊 各部分的肌肉就很大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你的注意力 注意到这个各方面 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能够运动 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要感谢他 因为上帝太好了 不但是创造我们 做一个死死绊绊的 待在那里 可是上帝要我们运动 我们要感谢他 好 请我们来看一下 听我们来看说 上帝是太好了 他让我们学之了 做各种体操运动 各种 不管哪一种都行 不管哪一种都可以 好 请大家再看 再看下去 这个在圣经约翰第三 第三 三约翰第一章第二节说 亲爱的弟兄呀 我默胜于愿你心胜 愿你心胜 心胜这个身体健壮 是这样 正如你的圆魂心胜一样 是这样 不但是我们这个灵魂 这个灵魂心会心胜 我们的身体也要健壮 这个在我们圣经 三约翰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 好 再请看下去 那这个运动啊 像我所说的 不管是哪一方面运动 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看我们能够游泳啊 这个感谢上帝 上帝使我们能发觉 发现了这个游泳 是一个很好的体操 游泳可以使我们每一步的身体 可以活动啊 几乎是整个身体都能够活动 我们这个脚步啊 我们这个手步啊 还有头部啊 要转过来转过去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好 再看下去 这个运动啊 不限哪一方面的运动 种种的运动啊 那就是给各个部份 我们身体的各部门能够能够能够活动 就行了就可以了 可是呢也要注意不要不要使自己受伤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罗马第十二章第一节说 所以弟兄们 我与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 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要侍奉上帝 不但是侍奉 把我们的心 献给他 我们也要 有强壮的身体 献给他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这个活动运动体操啊 种种不同的方法 就随你所喜欢的去做 这个是好像是脚踏车 再这个是脚步 脚这个一步一步的踏车 这个是脚步方面的运动 好 再看下去 那以赛亚第四十三十一章说 但那些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力 心得力 心得得的力量 他们必如鹰斩翅上 上腾啊 就好像那个鸟 那个鹰就飞 就这个 他们奔跑 并不困倦 心走也不疲乏 就说运动了 我们就 就不觉得困倦 不觉得疲乏 因为 如果我们 待在停止的态度太久了 我们一走路一运动就觉得很疲倦很疲劳 所以我们常常运动的话 可以保持可以使我们的身体都经常的活药活动的 好 请我们再看下去 那这个最容易的运动就是走路啊 走路是最好的 尤其是年纪大的 可是呢 走路要穿这个好的鞋子 什么叫做好的鞋子呢 好的鞋子就是说你穿了不会摇你的脚 不会就走得很舒服的 如果要买鞋子之前要好好地试验一下 有很多鞋子让你走这个短途的路途都可以 如果走长途的话就会觉得不舒服 这样你要好好地选择 那走路算是最好的运动 好 再看下去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那我们不管是做什么 我们运动使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样也算是给上帝的荣耀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运动有各种方面的运动 这是要运动这个腹部的 你这样 这样做 这样就可以在腹部方面来做运动 可是你要研究一下 不要伤害自己 好 再看下去 那提摩太二书第二章第五节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人不能得冠冕 就是说 人是要按规矩 你要学着这个不能超过那个体能 超过体能 或者就会伤害了 所以要研究一下 走路要走多久 按照你的体能 你的种种 要研究一下 要按照它的规矩 好 再看下去 那这个是脚部 这个腿部 这个运动 就我跟你们说了 就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只要把它运动 就是说 要 要这个各方面 好 再看下去 这个我们可以学着说 这个我们的腿部 这个膝盖 这个上帝创造的那么好 把这个骨头 两块骨头连在一起 然后当然 按照肌肉的活动 使这个骨头能够移动 那这个两个骨头之间 还有一个 那个好像那个枕头一样 把它枕住这个上帝的 智慧上帝的聪明 我们是想不到的 好 再看下去 那这个我们的手啊 你看到上帝多么的 这个聪明啊 把我们的这个手 这个小的骨头一片一片的 这个在我们的手指啊 你看连接的那么好 当然这个还要有肌肉来把它包着 那这个手指每一节的手指都要运动 不是大的腿部啊什么 不过这个手指这个小小的 这个每一手指我们也要经常运动 这样的话就能够使用的好 所以我们这个很简单的 来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说你看看了这些 注意了这些 你就会觉得上帝对你那么好 所以你要好好地保养身体 好好地做适当的运动 使我们的身体能够 好像能够 能够随时都能够献给上帝 使上帝能够得到荣耀 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说 上帝对我们太好了 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学知了 这个怎么样的去运动 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来跟我做一个祷告 感谢上帝主呀 我们非常的从这些小小的 每一方面我们都发觉了 说上帝创造我们的个体是那么好 每一部门都很恰当的 都很适合 都很配合的好 不但这样的话 不但我们学知了 我们要把每一部门的身体都要运动 这样的话就不会死板板的 就不会很灵活的来使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上帝带来了荣耀 大家都觉察到 我看到我们的身体就会说 哎呀 你看他的身体那么好 这是上帝所得恩典 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应该要感谢上帝 这样我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主 今天我们提醒我们 我们要做各方面的运动 为了上帝的荣耀 我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